詞曲 lado 字幕 李宗盛 希望的非常功能 常態性角度 對不對 不是當然是想要我們比常比的人 這或是想多一點點的時候 我們就知道 他只要我們真的有很大的說 常態性角度是非常重要的 那常態性角度怎麼看呢 第一個 你可以拿個 variable 來看 它那個 variable 是不是屬於常態分配 對不對 還記得嗎 之前做的每一個 variable 它做的常態分配 對不對 之前呢 表述性統計 然後 EXPLORE 然後我就把我的 後面全態分配 我就把我掉的 variable 就數過來 看你要是哪個角度不管 然後我就可以看它的圖 是不是屬於 常態分配組 有沒有 你可以看它的長江圖 是不是是常態分配 機業圖是常態分配 然後還有 合狀圖它們是凹籃 這個也是常態分配 常態分配你們凹籃 還記得嗎 好 那這是針對每一個 variable 的看法 就是我針對每一個變數 我都可以這樣子看 那但是 回歸我其實是做整體的 model 我幾個變數一起來不正 但我們就要考慮它是不是 Multi-Variate Mobility 多變量的常態性 多變量的常態性 因為它的分析的話有類似 但是不是完全一致 我這邊大概講一下你們不會 可能比較少會使用到 因為假設人 收的量能數夠大 兩百多個以上 其實差不多都可以算 一兩百個 兩百多個以上 一百個以上 那種就算是小樣的 你會不會要酷的 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通常 如果你真的神租很想讓人家知道的話 我們會做一件事 就是做回歸 那我從一個東西 叫做 這個女神 或是他嗎 思論大使節 或是一首 又是他 又是他 就是這個東西 我還是會從他 從完他之後呢 不管 他會在後面跑出來 這個東西 我可以檢定一下 他是不是的常態分析 那有幾種方法 有一種方法 叫做 化給股 有個表 叫做PP Plus 或是Q Plus 你有些書上有沒有看到 PP 或是U PP 是Proportion 比例 球戰的比例 我可以畫 應該是說 他稱 百分位數 百分位數 我現在畫PP Plus 看我們一看 用最後一個 丟過來 他會畫什麼 他會畫兩種 他會畫兩種 這種 這種 這是Proportion 比例 我也可以畫 QQ 同樣也是 用最後一個 Sure Dus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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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會幫我畫出這兩種 那這個圖是什麼意思 一個是用比例化 一個是百分之百 但他沒有很像 這個圖是 Uptle Value 跟State Value 假設他 屬於常態 應該講出來 對不對 然後他會說 如果是常態的 你的數字 應該要在這個圖上 那但是 他說 我的Express 應該要用 那我Uptle 關卡到你 是在這上面 你可能不是 你可能打電 所以最完整的常態分配 如果他是完整的常態分配 他應該是 Uptle 跟Express 一樣 很智能 對不對 他如果不一致就會 這個樣子 有什麼樣子 那就是 我用Uptle 畫的 就是 百分位數 上面這個是 D 所以你都會有一個 Uptle Value 然後 然後 這些 補充的 基本上 會有幾種特色 你大家看人家就好 這個 之後也都不會 你應該很少會做 但是大概大家會幹嘛這樣 我們說 你預測值 跟你的關卡 關卡組員就只 應該在同一個線上 因為有時候 他不在同一個線上 那 這些情況都生 那他能不要再聽 不是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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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常態 你仔細看 這邊是Uptle 這邊是 你會看到 那這個東西的 Up的冷靜 低於一個 XS的概率 有問題 這是常常 那我剛才到的 順子多 所以我比你還要來的 皮膚更多 皮膚更多 然後到面前 肌肉又比 肌肉更多 然後到空間那邊Then 尾巴 肌肉運動 紅色的是場派的 假設他場派的 然後我現在 在D尾巴的地方 我OPSER的規模預測的只要來的D 所以他就在這裡 然後在尾巴的地方 我的預測值 我的預測值是這條線 然後我的觀察值 都會預測給他來跟高 對不對 就這樣 可以嗎 所以他還會說 他那個Heavy 他有一個Low Outlight 就是 這兩邊都很長 都會有Outlight的曲線 好 那像這個呢 他跟你說 在左邊的時候 我的觀察值 如果預測值得更高 在右邊的時候 我的觀察值 如果預測值得更高 那他一定會長得更高 對不對 可以嗎 所以他說他要做Light Tail 沒有 這只是讓你們看一下 他是什麼意思 那最好最好的小態度就是 他就是主表的看法 第二 可是 可是 可是他也是高 其實就是 紅色是我預測的啊 紅色是長彈 紅色是長彈 你沒有錄啊 他 沒有 他的前方 就是他 他走的線 還有 他的前方在這邊 紅色對不對 他預測的時候 他是 假設這裡 他預測的是 六 從最低開始 假設這邊開始是從二三四 但我這邊就是六七八開始 好 就這樣起點不一樣 你這邊tap1開始 我就是 最好的最好的是看這條線 好 這條線 那這個相同圖 就是怎麼樣 斷序 就你原本應該是常態分配 但是你們需要收集 他是 2 1 8 10 12 這種非連續的變相 所以他看你這種很斷序 好 這是圖表的看法 他如果人數少的話 他其實會做一個S 叫做 你以前做過的 他大概有講一下下 我要選過來 讀書 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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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畫筆裡面有一個 Nomality 畫物質 看到沒有 但我不選他的時候 其實很久很久之前講過 Ks Ks W Nomality Ks 這個我們說 在中半量的時候 他很多 因為他也會打到解 但在小量度的時候 他會比較自代表性 所以當量數小的時候 小比一百多 他錢就那滿是 可能他真的不行 不是常在分配 可是當人數夠大的時候 三百多人 或是一千多人成 這個一定會打到解決 所以就不用看了 再說一次 當你人數大的時候 中大量的時候 這個Ks Nomality 在中半量都不要判 我上次 上一次 算中 那我自己 不能 我只是做給你看 如果真的要判 我是這樣做 然後當我是小樣子 你說人數小的時候 這個人是希望他不顯得住 如果他顯得住 他為了 我今天講的這些 現在講的這些 這一段 你大概只要我的印象就可以了 這個也不會讓你 基本上不會叫你做 也不會跑 你不會是這樣的 那只是你以後在補負負責的時候 其實看到人家提到這些東西 大概了解一下 他到底在做什麼就好 然後當你如果真的是有 非常害羞 然後要你去補負責的時候 你會怎麼做 第一個 你就不要執著的跑 有個人錢 你可以換其他的方法 可以嗎 就五分五數統計啊 把它改用taskware啊 你買的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的 你去補負責 那你現在就能說 yes or no 就多少分以上那是高分組 多少分以上那是低分組 用類別來直接做分類 那你當然會損失一些東西 可是基本上 他會比較保留他的獎品 你就可以跑一些誤不去的東西 那第二個部分呢 就上次也有講說 但是不堅持 叫transformation 有聽過嗎 還記得是什麼嗎 轉換 對資料的轉換 什麼意思 反正它不是常態分配 但我把它square之後 或把它square root之後 或把它倒數之後 把它變成一個常態分配 它符合常態分配 我就可以跑 游泳數的轉积 但是我在解釋上 我不會有一些問題 比如說 我就不會說 那個 自尊可以預測學業成績GPA 我會說自尊可以預測學業成績的倒數 或是自尊可以預測學業成績的平方 它就會改變你的解釋的變數 可以懂我意思嗎 我們之前是不是講說 假設它是STILL的 它不是常態 把它很嚴重的 長這個樣子 那你可能沒辦法使用常態分配 有一個假定 主要有一點去操績 你可以換想辦法 或者是你不能很堅持 要什麼 想辦法把你這個東西變成常態分配 你可以把它平方 或者是開分號 或者是share root 或者是那個 寶數 或者是Node 它會有一套規的報告 你長怎麼樣的獨行 然後變常態分配 你要怎麼樣去 它有一些 你可以上網查 它會有報告說 假設這個情況 然後變常態分配的話 可能平方 或者是用Lode 或是什麼辦法做 那都可以 它可以把資料變成這個樣子 但是變成你的解釋上 會有問題 因為你原本假設這射GPA 那你現在變成說 我是這個GPA的導數 不是GPA的Log值 所以你的至尊 或者是你的盡責性 可以為設你的GPA的Log值 不是一射GPA 為設你GPA的Log值 那你在說明上就會比較困難 什麼叫做可以為設你GPA的Log值 那表示你越盡職 越盡職 或者是你的動機越強 你的GPA會怎麼樣 你GPA的Log值會越高 對 但是那個意思上 對 它就不是GPA的 解釋力上會比較需要轉換 不同的取向的人 用不同的方法 一般教育的 教育很還好 但是有一些統計上面的人 他們堅持 他覺得不是這樣 他就會做最大的轉換 就我自己的建議 我是不會想要降落 別人心裡 我不知道怎麼解釋他了 解釋力他會有問題 我補充 叫做 什麼意思 回歸的時候 你自己在驗證Model 你有這些肯定可來預測力高 對不對 所以你可能會用 5個 ID 預測一個DD 然後看到這5個ID 有個預測力 然後哪些是顯示 對不對 好 那 因為大概我們都只會做一次 可是有的 Researcher他建議啊 有的時候回歸 你要驗證它的穩定性 穩定性 你可以做的做法是 不只做一次 那你的樣能數夠大 你應該樣能數夠大 你的Predicator 比上你的樣能數 而樣能數它回歸可是50名 就是我有4個Predicator 但是我的人數有200以上 200以上 我可以做的話 就是Rondantly select case 隨機把我的資料分一半 隨機分一半 用這一半先跑 這家電話一半再跑 那他結果會不會有知 如果他結果有知 那會表示 欸 其實我這張的是永遠 可以嗎 那這個就是 當你要的複透過的時候 你會這麼做 可以 可以這麼做 隨機分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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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在你的 SPSS裡面有一個做法 你要不是有Split file嗎 比如上面一個selected case 這個就是選擇case 一般都是全部的case都要選擇 那你可以選擇Rondond sample of case 你可以Rondond 那Rondond說我要百分之一 50 你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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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完之後 他就會前面隨機幫你趕 那一半的 有一半的人 有一半的人 那就可以用這個Felder 等於1的時候 跑出來直 等於0的時候 跑出來直 選擇是怎麼樣的 所以那些做過 四個做法 你怎麼用這個 一般就直接讓你選好 但是如果你要的話 你可以把它拿掉之後 你用第二個這個 這個數字來做可視分析 我現在這節課講的就是 我這個 一個小時想把它弄補充說 大概聽一下 了解他的意義就好 了解這個意思就好